热身游戏结束之后呢 要进入到我们正式的游戏比拼环节 先来进行一个智能游戏 动手动脑搭盒子 好我们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看到八位小朋友 每位小朋友的面前呢 都有一组套盒 套盒呢是由大到小的 需要我们的小朋友呢 由大到小把它累起来 我们看一看哪位小朋友 他累得又快又好 那么就可以获得八分 依次累推 好各位各位 预备开始 因为呢我们的六个盒子 是有不同颜色的 所以妈妈可以告诉宝宝 哪个在哪个的上面 然后宝宝能够完成了之后 要及时的努力 大家看到了 我们群聚马上就要完成了 加油真棒 真棒 为群聚鼓掌 太棒了 好我们来看一看圆宝 圆宝搭的很有特点 我们两个大蛋糕 圆宝能不能把粉色放在红色上 粉色能不能 不对 粉色放在红色上 不对 粉色放在红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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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对了 拿这个 好 圆宝加油这个 这个 这个 对 太棒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小朋友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小朋友 鲁娜把每一个都认真地研究了一遍 是不是 嗯 能把它搭起来吗 我觉得妈妈的语言的提导也很重要 因为每一个盒子上呢有颜色 这个月灵段的宝宝呢 对于颜色的辨认度呢 已经非常强了 所以妈妈可以让宝宝按照颜色的累起来 但是我们也可以靠出这个月灵段的宝宝 他们的这个探索精神和自徒意识也非常强 很多宝宝呢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在玩这个盒子 也是讲连出非常好的状态 好了 时间到 这个游戏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手动脑的游戏 那么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可以看出这个月灵段宝宝的什么特点呢 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点评 好 那刚才我们小宝宝进行的这个动手动脑的游戏呢是雷高高 对 显然这个游戏对于我们这个月灵段的宝宝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是的 有的呢完成了但是很多的宝宝好像还一筹莫展 那您觉得这个游戏对于这个月灵段的宝宝来讲难在哪里啊 其实雷高高是一个特别好的游戏 我们这边设计的游戏是非常巧妙的 它既训练了孩子的视觉 颜色的分辨 又有孩子的听觉 对妈妈语言的理解 同时呢还考察了宝宝的专注力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们也能看到 孩子的手指的灵敏度 以及他的手眼脑彼此之间的协调 所以确实这个雷高高的游戏看起来很容易 但确实考虑到了宝宝在发展到这个月灵阶段的时候 所具有的多方面的能力 所以呢宝宝才会在这个游戏上差异比较明显 对没想到这么一个简单的游戏里面 蕴含的内容还真不少 是的是的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专注力的问题 那您觉得怎么样来培养宝宝的这个专注的这个能力呢 在宝宝关注这件事物的五分钟之内 大人不要去破坏和打断 不要干扰 对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呢 是一岁多的宝宝最喜欢的是新颖的刺激 也就是说没玩过的就是好玩意儿 没见过的就是好东西 所以这会儿呢我们要多给宝宝提供一些新鲜的刺激 让他能够维持更好的注意力 好的 谢谢 好那到这里呢 我们第一轮的这个游戏活动 蕾高高就结束了 究竟哪个宝宝在我们这一轮游戏当中发挥的不错 状态很好 获得好成绩呢 我们来看看 元宝五分 虹洞七分 群聚八分 一六分 果果一分